当年有着一幅二路三猛甲之称的全台首府就位在台南 这座古城在清岭时期有着完整的城郭格局 不过这些到了日剧时期 因为城墙有爱都市发展 于是到了日剧时期末端 这些城墙都已经被一一拆除 位在台南的城墙 在大北门和大东门之间的小东门 也难逃被拆除的命运 原本绵延的石墙现在只剩下部分 后来城宫大学收购了光复校区后 将南端的城墙拆除 作为校园围墙之用 如果来到城宫大学校内 就来看看这座都市发展一流的残疾吧 选择下请不吝点赞 打赏的 选择下席 宫大学森论 现在就识换了 旅探了 我以后有 нап品技能 都开始 Espera 都没受到 我觉得帮助